你觉得你今天帅吗 我哪天不帅 你这句话文完之后 我有冲动打人 你直接打我 你知道你今天穿这身衣服 这是什么节用的吗 圣诞节 圣诞节 我小的时候好像没有过过圣诞节 到后来陆续的 好多西方的节日涌入之后 我们也跟着过圣诞节 其实有时候我也说 圣诞节也罢 过生日也罢 都是找一茬 亲朋好友距离一块 大伙热闹热闹 有这么一个由头挺好 除了圣诞节之外 2月14号是什么节 你告诉我 2月14号叫情人节 2月14号叫穷人节 不是穷人 不是穷人吗 是穷人 是情人 你说清楚了 情人 是吗 情人多了就是穷人了 对了对 都让情人花了就是穷人了 现在来说 情人节在中国也是 家喻户晓 大伙都愿意过 对 岳云鹏同学 有没有过过情人节 情人节 2月14号 我每年都会过 但是你为什么 每次都4月1号 认为是情人节呢 我骗自己 那个老实交代啊 今天现场好多朋友 电视机前 还有很多人在看着你 你跟我们讲一讲 你什么时候开始 学会过情人节的 什么时候都没学会过 真的呀 对 跟你女朋友 没有过过情人节吗 您怎么知道我有女朋友啊 哦 是我没有女朋友 你回头看一看 小影子很关注地看着你 我早就不爱他了 万幸万幸 对 好 人家孩子逃出出口了就是啊 因为他快结婚了 什么呀 别给他瞎造谣啊 别瞎说啊 那个已经离了 已经离了 为什么今天要提到2月14号呢 因为我们今天的嘉宾 他的生日就是2月14号 没想到生在这么一个美妙的日子里 掌声有请蒋小涵 出身艺术世家的蒋小涵 自幼聪明伶俐 多彩多艺 九岁便登台演出 出版并发行了八张个人演唱专辑 成为宏祭一时的知名同心 时隔多年 蒋小涵历经蛻变 在影视主持等方面 均有不错的表现 此份做客今夜有幸 与老郭聊聊这些年的这些事 好 真是固定节目 闲着闲着闲着 手怎么了 我这手骨折了 就是 是我在演一个话剧 叫李雷和韩眉眉 我演韩眉眉 然后有一场戏跟李雷分手 分得比较激烈 两个人有一些撕扯的形体动作 真要把这个手分开吗 演话剧能演出骨折来 这玩意太不错了 太敬业了 我以为你是指责谁 啊你怎么怎么怎么 然后人急了 你这也太狠了 所以说不要轻易指责别人 今天拿一什么 来 这个是我给您的礼物 据说来的嘉宾 必须送你一个礼物 必须的 对 所以来 这个是我小的时候 唱的歌讲的故事 出的一个合集 还是这个蒋小涵 我比较熟悉 来看一看 可爱的蒋小涵 小的时候的一个 然后我也给您 我呀 因为手不行 所以我拿左手给您写的 有点难看啊 哎呦 左手写的 我说这么难看 祝郭老师笑口长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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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 我就想啊 因为这个是很美好的童声 是我的一段美好的记忆 那会儿那牙是这样 对啊 现在也这样 死牙好看 所以我就说 您那个心情好的时候听呢 是这个锦上添花 好极了 心情不好的时候听呢 雪中送炭 太棒了 太棒了 两头都让你站着了 谢谢蒋小涵 好 不客气 我珍藏 来 这个拿的是什么 这是我给您的画像 那个 我这个牙还不如你那个牙呢 您看着这个画像 会知道我是最懂您的人 你看啊 头大 这个没有问题吧 头大说明聪明啊 脑容量很大 对吧 然后一般人估计都会给您画一大嘴 因为您能喷能说嘛 能停 但是我认为光有嘴是不够的 主要还是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的结果 耳朵太大了 对 然后所以这些奇思妙想 都是因为善于观察生活 善于总结 虽然有的时候呢 有点刺头 但是呢 有一颗火热的 真诚的善良的心 哎呀 这孩子太火热了 行吗 谢谢 谢谢小孩 我能去德云社了吗 可以 可以 你到我们票房去工作 这孩子是个碎嘴子